哈喽,大家好,我是Aurea Heine,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那么意大利美食中呢,除了我们总提到的披萨 还有一个大家有目共睹的特产 那就是街边无处不在的咖啡厅 那么欧洲的咖啡文化可谓是远远流畅 其中又以意大利为胜 不过这里所说的咖啡呢,可不是速溶咖啡 在意大利的眼中啊,这些快餐式的粉末 甚至连咖啡都算不上 千巴库在意大利根本就开不下去 那么咖啡都有哪些种类呢 除了我们经常喝cappuccino,espresso 还有将近20多种 那么我挑的几种比较热门的来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种咖啡,也就是浓缩咖啡,espresso 这是意大利人最爱的咖啡之一 用非常非常小的陶瓷杯装着 就算一口干掉,两口肯定也能喝完 全国统一售价1欧元 我其实是有点难以下咽的,因为有点苦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cappuccino 这款其实不用多说,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成分呢,其实就是espresso,加上牛奶 杯子呢,会比那个咖啡哦,大两圈也是陶瓷杯 一般售价是1.4欧元左右 意大利人一般只在早餐喝cappuccino 然后再搭配一个牛角面包 这就是一顿非常正宗的义式早餐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在奶泡上撒一些可可粉 那样呢,就变成了cappuccino con caco 那么第四种就是lade macchiato 这个呢,既不是cappuccino,也不是caffe latte 其实就是一杯牛奶再加上一滴滴咖啡 我通常都是喝这种,因为我平时不怎么喝奶 就想着喝咖啡的时候多摄入一些奶粉吧 那么第五种就是un cappuccino con il latte exclamato 这款咖啡呢,其实是适合正在减肥的人 因为它其实就是选择了脱脂牛奶加入咖啡里的 第六种就是caffe fletto 冰咖啡,也就是咖啡里加冰块 夏天喝比较凉爽,有点像美食 那么以上呢,就是意大利热门咖啡的种类 大家如果有机会来意大利的话呢 记得多多品尝啊,能用一款是适合你的 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就给我点一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